使用英文动词篇语第四组 我们看一看内容是讲些什么 第一个非常常见的是 Do 人 a favor 所以帮我忙就是Do me a favor 帮你忙就Do you a favor 这个不错 我们常常会听到人家讲说 请你帮个忙好不好 我们会用 Would you do me a favor 这是问话的 那另外有一个写法 也提供出来给同学做参考 May I ask a favor 这个时候我们要用of you May I ask a favor of you 就我能不能请你帮个忙啊 这些写法都是很好用的 另外老师做一个补充 favor是喜爱的意思 如果我们现在讲说 哎呀他很受老板的喜爱 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讲说 She is in favor with her boss 这就是很受老板的喜爱 如果是不受老板喜爱呢 我们就会用 She is out of favor out of就是脱离喜爱了 他脱离老板的喜爱了 五位是her boss OK 那么你用the boss也可以 her boss也可以 这就是in favor 是受人欢迎 受人喜爱 不受人欢迎 我们就会用out of favor 这个因为也是很常用 所以老师就补在这个地方 第二个是drop人 a line 这个就是写便条给某人 是drop人 a line 第三个 牢记在心 哇这个就重要了 我们可以用build it in my letter 这个it就是我们的形式上的受词 let后面就接子句 名词子句 当真正的受词 所以我们可以用build it in my letter 或者是keep it in my letter 不过现在的英文 老师也看了很多 这it都没有写了 就是build in my letter keep in my letter 这个就是最近英文老师 有看到这样子的情况 以前我们读的是用这样子 keep it in my 这个语法是有it的 这就给同学做参考 第四个 come to a crisis crises危机危险 紧要关头 come to就来到一个紧要关头了 第五 come into the beginning come into the beginning being就是存在的意思 开始存在了 人类什么时候开始存在的啊 就是come into the beginning 第六个 come to life come to one's senses sense就是感官 它的知觉 come to one's senses 就是知觉恢复了 life 生命恢复了 我们就翻成书型 这几项 这个就是我们使用片 第四组的内容 现在我们来看一看 活学活用的练习 第一题 A 对话了 请你帮个忙 好不好 这个帮个忙 一定就是我们刚刚讲过的 would you do me a favor 帮我一个忙 然后呢 nail the letter and the puzzle nail the letter and the puzzle puzzle就是包裹 然后把这封信 记了 把这个包裹 也帮我记了 好不好 would是很有礼貌的一个请求 不是过去是不是 这是很有礼貌的一个问话 would you do me a favor 这是第一题的 对方就会来 yes I would like to I would like to 是我很乐意 或者是 yes with pleasure with pleasure也不错 给同学做一个参考 with pleasure with pleasure就是 我很乐意 乐意之至 with pleasure 第二题 up to now 到目前为止 no one knows when we're human beings 好了 到目前为止 没有人知道 when 什么时候 我们人类是什么时候 开始存在在地球上的 记住啊 这个when 并不是这个 负词子句 当负词子句 我们又翻成当什么时候 可是这里是动词 动词后面 这是名词子句 当受词 这个时候我们要翻核词 不可以翻当什么时候 要翻核词 到目前为止 没有人知道 我们人类是核词 开始存在在地球上的 所以这一题 我们的答案 要用过去式 can into being 这个就是我们的正确答案 过去式 can into being 因为人类生存已经很久了 所以 开始存在应该是过去的事情 我们用过去式来表达 到目前为止 这也是很棒的 up to now so far up to the present 到目前为止 常常接现在完成式 或者是接现在式 都可以 第三题 to our relief 这片语不错 to our relief 是令我们感到很怎样 松了一口气 轻松 缓和 relief really finally really 终于怎样 啊 醒过来了 在什么时候 后面一个片语 after having fainted having fainted是昏迷 在已经昏迷了十分钟之后 having fainted是表示 现在完成式 这个简化过来的 分词 片语 现在我们就把答案 给他完成 把lily finally 终于 这个 书型过来 书型有两个写法 come to life 或者是come to 这要用所有格 要小心 senses 好 现在把答案 给他完成吧 finally 再用过去式哦 come to life 这是第一个答案 要不然 我们就用第二个答案 一样 come to her 这是你的 senses ok 这两组答案 都是正确的 下去 我们来看一看 下面 第四题 第四题 due to due to 什么叫due to due to 也是很棒的一个片语 由于 你看 老师补在这边了 all in to 由于 global inflation global是全球 inflation是经济不景气 由于 全球的经济不景气 然后呢 our national economy 我们的国家的经济 已经怎样 既然是经济不景气 这个经济已经来到危机了 好 危机前面有 come to a crisis 到了紧要关头了 所以答案应该是 现在完成是 我们用 has come to to a crisis ok 这是 第四题的一个解答 来到一个紧要关头 第五题 翻译 老师 要我们 牢牢地记在心里 牢记在心的 那个内容就是 岁月不带然 所以不要浪费时间了 尤其是年轻的时候 在学校的时光是非常宝贵的 因为你到了三十岁 你再来读书背都背不起来了 背了又忘背了又忘 记忆力衰退了 好所以趁在学的时候 记忆力体力 这个精神最棒的时候 要多多的读书 老师要我们 OK我们就把答案下去吧 我们的老师 Our teacher 因为这个老师 刚才就是我们的老师 所以我们要补上一个所有格 要我们 want 老师单数要加S want us to beel in my 或者是 keep it in my 好这样子 这个it可以不用写 老师看了很多都没有写it了 都只有用beel in my keep in my 这样子 好后面一样是接let子句 这就是beel in my keep in my 牢记在心的内容就在后面 这就是岁月不带人 那后面就把这个岁月不带人 给他写出来 岁月不带人 time time是时间 time是潮流潮水 是wait for是等待 no是否定不等待 岁月是不等待人的 好 这个就是第五题的翻译 使用动词篇语第四组 我们就介绍到这里